日前刚刚落幕的G20高峰会 各国领袖准备拍摄大合照 但有眼尖网友发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似乎当了一次边缘人 先是低头确认位置 习近平一转头 想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聊天 对方却早一步 和隔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摇耳朵 法国总统马克宏和美国总统川普 坦笑风声 只剩习大大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原地 有网友推测 是不是因为不会讲英文 才没人理会习近平 实际上习近平在公开场合 也的确没讲过英文 据凡各大外交场合 习近平一律交给口译 处理英文问题 中国总理李克强可就不需要翻译 还曾经直接纠正英文口译的错误 还会和印度媒体用英文开玩笑 但实际上 说自家语言也算是一种 声扬国威的表现 但这个漏网镜头 已经引起众多网友讨论 三点新闻 众口报道